3D列印会不会成为一个新兴产业呢 现在就是卡在价格比较昂贵 成本比较高 是现在没有办法扩大市场的主因 不过呢 法国工程师推出了一款APP 简单的步骤 就可以拿到专属的3D列印作品 要价只要台币800元 想做个人公仔又不想花大钱吗 法国有两位工程师设计了一款APP 只要跟着步骤操作 就能够设计出可爱又复古的8B作品 除了自己重头设计 也可以用已经存在的范本做修改 付出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把老虎变成狮子 完成后上传输出 就能拿到专属的8B作品 全部只花你800块台币 3D列印技术不单只是用来硬公仔 也可以制作产品模型 缩短产品开发的制程 让创意的想法立刻实践 3D列印不是只是为了超级人 和人们制作软件工程师 你能够使用它来做每天的物件 像一个手机机 但最酷的是 它还可以引人体器官来救人 美国外科医生安东宁 就曾经在TED年度大会上 展示刚硬好的肾脏 90%of the patients on the transplant list are actually waiting for a kidney you can actually see the printer back here and that's been printing this kidney structure that you see here here it is you can actually see that kidney as it was printed earlier today 3D列印科技经过科学家的努力 用不同的材料与设计 将许多不可能的想法辅足实现 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应用层面 各界都相当期待 3D新闻 许佳云综合报导 3D新闻 许佳云络合